11月14号 一组胡哥的采访视频在网上曝光 胡哥在采访里说 为什么能和霍建华成为特别好的朋友 还有他俩发生的趣事 奇怪了 为什么每次一讲到霍建华 胡哥就开始眉飞色舞了 视频里 胡哥分享了他与霍建华 一起用余光看美女的经历 打个比方 就比如说我们俩约在马路边喝咖啡 都是谈着艺术对吧 谈着下一个戏的剧本 特别正经 这个时候有一个美女从我们俩身边走过 我们肯定是不会去看的 肯定不会去看的 肯定还是我肯定是看着她 她还是看着我 表面上还是非常淡定的 在聊剧本 在聊人生 在聊艺术 但是我们的余光 肯定是随着那个女孩的轨迹在移动 这美谈华哥碧粉红的节奏 分分钟哭狗没商量 看我不讲的会声会色 好像撑回了当初两人在一起聊天的场景 看起胡志华就满脸撤不住的娇羞 网友们也集体表示 被这突如其来的发弹给惊到了 我的眼里只有她 她的眼里只有我 我们是两口子 有美女走过你还是看着她 她看着你 猫狗老师们 别整天收恩爱了 买狗粮你俩给包箱吗 报道